4月份,星宇航空的洛杉矶航线首航时 澳洲籍华裔网红SAMKUY身影出现在了飞机的头等舱里 拥有百万订阅的他被邀请进行宣传 然而,他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与星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在旅客禁地驾驶舱的合照 此事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讨论和质疑 根据航空法规,飞机组人员禁止进入驾驶舱 因此,这张照片被认为是违反了相关法规 事件发生后,民航局于本月展开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张国伟和另外三名机师违反了规定 因此,民航局对他们各自处以新台币6万元的罚款 此外,星宇航空也受到了警告 如果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再有违规行为 将直接罚款新台币60万元 面对民航局的调查结果,张国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他坦诚自己可能未能厘清所有相关法规 他解释说,首航洛杉矶时 并未事前允许Sam Kui进入驾驶舱 虽然Kui是一名国际知名的网红 也会参加国际航鞋IATA,属于产业人士 但他对于相关法规的了解可能还有所不足 张国伟表示,当时他Kui跟我说他想要赠输给我 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并未拒绝他 我以为他只是在机舱门口递给我输 但他直接走进了驾驶舱 我当时有些愣住,但也不好意思让他离开 于是就让他留在驾驶舱拍照关于这次事件 张国伟承认,他的行为确实违反了规定 表示他将正面面对错误,并对此表达了歉意 他坦言,在911事件之后 航空法规对于非职员进入驾驶舱的规定已经进行了修订 但他当时未能完全理解这一点 误以为可以透过公司允许,让SUM故意进入驾驶舱 如果我们犯了错,违规就是违规 我们必须接受处罚,并从错误中学习 张国伟表示 他将为此次事件向所有旅客及公众道歉 并承诺将会将此事件作为教训 加强对公司内部的法规培训 并将更严格地落实所有航空安全规定 以确保此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 星宇航空也对此次事件作出回应 表示将接受民航局的处罚,并会支付罚款 公司表示将会对此次事件进行深度反思 并将进一步强化员工对航空法规的了解和遵守 以确保公司的所有行为都能符合规定 许多台湾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民航局真官僚,不给通融 台湾的罚金真的都笑死了 只要人没走进去就没关系了 Sam很常进驾驶舱啊 但都是在起飞前或停止时 看他影片他好像会 自己架摄影机在驾驶舱 上次首航回来不要嘴秋 就不会被党找麻烦了 星宇的客群不就是一些新时代 青年的绝青吗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